美国、日本、澳洲以及印度外长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跨的外长会议 缺席前一天G20外长峰会的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这场会议可是没再缺席 而在会中沃尔战争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四个国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不容许俄罗斯在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 以及在乌克兰动用或者扬言动用核武令人无法接受 不止俄国这份声明似乎也冲着中国而来 内容指出跨的坚定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尊重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性 认为应该和平解决争议而非诉诸武力 以及务丹方面改变现状 这项共同声明 也谴责升高南海紧张情势的行为 以及将南海正义领土军事化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显然是在暗指中国 欢迎讯下林芳不倒